我们来自中国贵州省贵阳市 我叫黄曹芬 她叫王昌旧 我们来到加拿大是和姑娘一家 贵阳话是姑娘一家 像是女儿一家一起生活 我们前几天才过了端午节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过端午节 就讲的端午了 阿哥就很热闹了 我们小的时候过端午节 早上起来 然后吃种子 吃种子就 我去小朋友 一起提两个种子 拿个盐弹 就出去爬山 叫做游北冰 我们去登当地的山 小的时候堆下山来讲是很高很高的 成绩的 我们小的时候下山 跳起 跳来 跳起 跳来 跳起 结果一跤摔下去 把脚都打出鞋 我们姑娘话就叫拽出鞋 就打出鞋 打破 小的时候打出鞋肯定哭了 我赶快拿着炒炒 端午节是 难炒都是用 就拿着炒炒把它够水来浮起 包起 还是照样玩 小的时候 他回忆得更多了 你说吧 刚才我老板讲的游北冰 可能很多人听不懂什么叫游北冰 游北冰就是我们那边的习俗啊 就是端午节这一天出去走一走 白冰都会消除 这种风俗 这种习俗 我认为还是很 现代就有健康观念 所以就是散步有力消化 对对对 不是 不光是消化啊 心情愉快了吗 不光是心情愉快 本身散步就是一种最好的健身运动 你说得对的是 另外小孩子最喜欢过去 那时候除了吃中巴 吃元旦这些之外 另外像我老母亲 给我们做的香包 要挂香包 男娃娃女娃都要挂香包 女娃娃挂的香包 是些呢 连瓜 猩猩阿姨 男娃我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生悟空猴子 包男娃 那个香包 我现在回忆起来 里面装的有香粉 里面装的有香粉 香粉的味道可以延续若干若干甜 味道 挂的身上这个味道都是非常香的 我觉得这个习惯 现在好像已经很少有了 还是有些地方住 有些农村有些地方住 城市一般都不住了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咯 我们贵州话 贵阳话和市场话有点接近 有点接近 不是有点接近 很接近 不过各自的一些特别的方言可能还是有差别 就像脚落 我们贵阳人家叫的是卡卡哥哥 卡卡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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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其他人也听不懂了 不然 各个地方都有方言 都有一些修华 就是其他地方听不懂的 所以说 中国人都不同的身份 都有不同的地方医院 我们贵阳话和成都话是 重庆话都是比较确准的 但是贵州有些地方讲的话就不一样了 像东宁 前南 前东 前西南 讲的都和贵阳正义 就是贵阳和正义在那个地方讲的和市场话很接近 其他贵州的多数地方讲的话还是不太一样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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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